大家好,这里是有过好线商课程 欢迎大家来到Lite贴图的第一堂课 今天要教大家如何将孩子的涂鸦做成Lite的贴图 这堂课包含了有 纸本绘图怎么处理怎么画 贴图格式及规则的介绍 以及实际制作成Lite贴图的步骤 这部分我们分为两大步骤 第一个是孩子的手绘涂鸦 第二个是我们如何将孩子的手绘涂鸦拍照制作成数位档 在这里会跟各位分享一些在制作时的小秘诀 能够帮助我们在之后进行影像处理的时候 能够更得心应手 在开始绘涂之前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Lite一组的贴图数 在官方的规定 Lite贴图一组最少要有八张贴图 超过八张贴图之后 以八的倍数增加 也就是八 十六 二十四 三十二 最多一组贴图可以高达四十张 在着手绘制贴图之前 请小朋友先规划一下贴图的内容 同时要考虑到贴图的实用性 才能够广泛的被应用 根据调查2020年7月台湾人最常使用的贴图关键字 就是好和OK等等 妈妈不妨也检视一下自己最常用的贴图 可以提供给孩子在规划贴图时做参考 手绘涂鸦要准备的工具有 一支黑色的勾线笔 还有白纸竖章 以及在着色的时候可以上色的色笔 现在跟大家分享手绘时的小技巧 小诀窍一用黑色的勾边笔描边 用黑色的勾边笔再描绘一次图案的轮廓 可以让图案更清楚 这个步骤很重要哦 大家可以看到左边这张图案 它就是有用勾边笔描过边的 右边呢是没有用勾边笔描过边 纯粹是用铅笔画过 很明显它们不论是清晰度或干净度 有描边的就明显比没有描边的好很多 并且在之后做影像处理或去除背景的时候 有用勾边笔不勾过的图案呢 也会让你事半功倍哦 小诀窍二 画错的地方要擦干净 请孩子用铅笔画图形的时候 这时候笔触尽量轻一点 画错的地方也要擦干净 制作出来的贴图才会漂亮 没有擦干净的部分 会造成后面影像处理的时间增长不少哦 小诀窍三 选择较高饱和度的颜色 画完图案之后请孩子着色 这里要特别提醒 因为画图是画在纸张上面 所以之后还要经过拍照和修图的步骤 可能会因为拍照或者是调整亮度对比 让比较淡的颜色就变得更淡了 所以选择饱和度高一点的颜色 做出来的贴图也会比较漂亮哦 待小宝贝完成至少八张贴图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图案拍摄到手机里了 那需要准备的物品有台灯 和一只可以拍照的手机 现在跟大家分享制作成数位档的小诀窍 小诀窍一 垂直辅拍确保图片不变形 我们要让我们的相机和画稿呈现90度 这样拍出来的图片才能够是正的不变形 如果我们的画稿和相机呈现的角度不是90度的话呢 我们这里有一个对比图 可以看到右手边这个是非90度拍摄 和左手边90度拍摄的图案就非常明显的差异 非90度拍摄的图片呢 容易因为拍照的角度倾斜而变形哦 小诀窍二 关掉头顶上的灯 打开台灯就好 辅拍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的手机和人影 会挡在画稿的正上方 而让我们的影子直接的印在画稿上面 就像这样子 就是不管你怎么拍都会把影子拍上去 那其实要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 我们只要把头顶上的灯关掉 然后把你拍摄的相机贴近 台灯再进行拍摄 就可以解决掉这个问题了 接下来跟各位介绍LINE贴图的规则与格式 之前跟各位介绍过LINE贴图 一组最少是8张 最多是40张 当您在设定贴图的时候呢 实际要上传的是一组贴图 再加上两张 这多出来的两张 分别是聊天室的标签图 以及贴图的代表图 这两张图可以从你原来的一组中去选择 只是说它的尺寸在设定时会不一样而已 接下来跟大家介绍贴图的规范 贴图规范在之前也讲了很多次 它的张数就是8到40张 那它最大尺寸呢 宽是370 高是320 它的尺寸单位是PISO 你也可以做在这个尺寸范围之内 但是我会建议大家直接做它的最大尺寸 这样比较保险 不会因为尺寸被推荐 因为它的尺寸一定要是偶数的 为避免你在设定时的失误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直接做最大尺寸 然后呢 解析度是72dpi 色彩模式是RGB 介绍完贴图规范之后呢 再来就是主图的规范了 主图就是在贴图里代表整组贴图的这一张图 那这张图的规范和贴图规范不一样的地方 除了它只需要一张之外 它的尺寸跟贴图也是不一样的 它的最大尺寸是240乘240 其他的单位都是一样的 接下来就是选出你的聊天室标签图 并且给它一个新的尺寸 它一样只需要一张 不同的地方也一样是最大尺寸的部分 它最大尺寸宽是92 高是74 刚刚介绍的是图档尺寸的大小 接下来要介绍档案格式级大小 因为贴图是要用在所有的画面上 所以背景一定要是透明的 透明的我们在选择副档名的时候 请选择PNG档 如果你要把它压缩起来一次上传 那请你存完档以后 记得把它压成VIP档 单张图片呢 不能超过1MB 所有的档案加起来压缩档 不能超过20MB 图案都画好了也拍摄完毕之后 我们要开始进行数位影像处理了 跟各位介绍一款面安装的线上免费软体 Photopee 网址在课程介绍里有 你也可以在浏览器中输入 www.photopee.com 连到Photopee的页面之后 看到的是像这样的一个英文界面 Photopee本身有支援51国的语言 其中当然包含我们的繁体中文版 那我现在来示范一下 怎么样把界面切换成繁体中文版 可以看到上面这边是它的选单 选单右边数来第二个Mode 我们把它点进去之后呢 第一个就是语言的选项 拉到最下面就可以把界面 点选后切换成繁体中文版的版本 准备好软体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档案交进Photopee 开始进行影像处理咯 从档案开启去寻找你要的档案 叫进来进行修改 万一交进来的档案是像这样子 倒了90度的话 就需要帮照片旋转一下 可以到影像变形里去做更改 这里预设了五个角度 从顺时针旋转90度 逆时针旋转90度 旋转180度及水平和垂直的翻转 那我们这张兔子适合的是逆时针90度 点选之后呢 它就可以转正了 这里就要看个人的需求咯 看到时候你拍出来的照片需要转几度 旋转完之后呢 就要针对档案做处理了 大家应该有感觉到 我们用相机拍下来 跟我们眼睛看到的 其实是有一点是真的 比如说像这张照片 看起来就比较灰 对比没有那么强烈 颜色也没有那么漂亮 这时候我们可以针对影像 去做亮度对比的处理 到影像 调整 亮度对比 点选后会出来一个像这样子的工作框 然后它有两个线轴 一个是亮度的线轴 还有一个是对比的线轴 下面有一个可以勾选使用旧版 它的旧版的亮度及对比都会比较高一点 所以我在这里是勾选 会去勾选使用旧版 那大家可以注意到这一边 当我拉动对比的时候 它就有明显的对比增加 亮度也会整体变量 确认之后按确定 我们可以在历史记录这边切换一下 有调整亮度对比和没有调整亮度对比的差异 这里就是我们已经调整亮度对比的样子 那这里就是没有调整的样子 可以发现其实它有非常明显的改变 在手绘步骤的时候 有请大家用勾线笔再将图案勾勒一次 这可以帮助我们后期做影像处理时免去很多工作 那我就来调整一个没有用勾线笔勾过 纯粹用铅笔画过的图案针对它进行影像处理 我们到影像调整亮度对比的部分 一样我们使用亮度对比较强烈的旧版 当我们拉动对比的线轴一亮度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它铅笔边变得更灰了 一样做亮度对比的调整 有勾边的图案看起来就是比较清晰 而在调整的时候也比较轻松 只有用铅笔勾过的看起来对比 两个颜色就比较接近 就是灰色和白色看起来比较接近 反而看起来变模糊了 并没有帮助到影像的调整 影像调整完之后 再来我们就要做去除背景的工作了 去除背景是因为我们在赖贴图的格式 是需要透明底图的 所以我们需要帮这只兔兔去除它的背景 我们可以看到右边这条工具列 这里的第三个是魔术棒 我们选择它 魔术棒点选之后呢 它就会把相同的颜色选起来 我们现在就是把背景的地方选起来 然后呢直接按Delete 它就会帮兔子去除原本的背景色 去背完成之后 我们现在要进行档案的裁切大小了 我们现在在影像 画布尺寸 点选出来 它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一张图的尺寸 它的尺寸并不是我们赖要求的官方尺寸 贴图规范的最大尺寸是370x320 但是我们目前这张图的画布尺寸呢 宽是4000 高是1846 我们要如何让它符合我们的规则呢 请在工具列的第四个裁切工具 选择它之后呢 这里会有所改变了 这是根据裁切工具的选项 我们在自由的这里锁定大小 大小就锁定官方规定的370x320 这就是我们赖贴图的官方尺寸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出来一个九宫格 这九宫格我们去拉尺寸 其实它就是让这个图案 在我们这个九宫格范围内 我们贴图会出现的位置 和在这框框里面会呈现的大小 等我们按确定之后呢 我们的图一片尺寸就会改为370x320 并且呢 这只兔子会在这九宫格的正中间 好 我们在这里勾选把它放大 就可以看到 其实它就在这个尺寸的中间了 那么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画布尺寸 它就已经变成370x320 完全符合赖贴图的最大尺寸 现在我们要帮贴图加上文字了 因为孩子很多贴图 可能他的表情或动作不是那么细致或到位 我们可以加一些文字来辅助这张图的意思 要如何帮他加上文字呢 首先我要把它移动一下 因为他现在在正中间 我想要把文字放在他的左手边 请在工具列的第一个移动工具 点选他以后 就可以移动这只兔子的位置了 这里特别说一下 很多影像处理软体都有图层的这个工具 你必须要选在你要执行的图层 才能执行动作 那如果你选在这里 并不是我们这个兔子的图层的时候 我怎么移动都没有办法针对这只兔子做移动 如果我点到兔子的图层我才可以任意的移动这只兔子 移动到我想要的位置之后呢 选在文字的T 点选他之后会分为水平文字工具和垂直文字工具 这时候就要看你的画面需要什么样子的文字工具 我们现在需要一个水平的文字工具 然后在画面上点一下 我们就可以把文字打进去了 字体的颜色字型大小都可以在这上面做选择 大家可以发现我们从刚才到现在我们在工具列点选之后都会在上方做变化 这就是工具里面有的选项和选择 确定之后只要按打勾就可以了 我要移动这个love的位置一样是选到移动工具 针对这个图层去做移动 那我现在如果想要把love放到兔子的背后要怎么做呢 我们一定要运用这个图层的这个功能 图层我们把它想象成一个资料夹 资料夹里放很多份文件 文件是有顺序的 那我现在如果想要把兔子放到love的字样前面 我只需要呢按住这个图层往前移动 就可以看到兔子已经压到文字的上面 文字已经加完之后 我们的画面已经有一个初步的雏形了 如果你觉得你的框线实在太细 想要再加出这个黑色的框线 其实也是可以应用我们的影像处理软体 photopeak就可以加上去咯 首先我们先把这两个图层都选起来 按Ctrl G把它变成一个资料夹 再针对这个资料夹做它的图层设定 在这个图层上快速的按两下 就会出来图层的样式 在这个样式呢我们选择笔画 选到笔画之后呢 可以看到我现在填选的颜色是黑色 混合模式是正常的 然后我要把这个框线加在外部 那看你要加多粗都是可以的 不过在这里建议是五到七 其实就已经很粗了哟 大家可以玩玩看 加在内部中央外部的感觉各有不同 基本上通常贴图都是已经加在画好的贴图外部 那么确定好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按确定 制作完成之后 我就要为大家示范怎么存档咯 影像处理的档案会建议大家存两个格式的档案 我们来看一下 一个是PSD档 就是保留你所有图层和设定的原始档案 当然PNG除了是LINE官方要求的格式之外呢 那转存为PNG主要也是因为它的档案比较小 它是所有图层都压缩在一起变成一个图层 所以它就没有办法再进行设定的更改了 现在我们先存一个PSD档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已经存成一个PSD档了 同时我们要把它转存为LINE官方规定的PNG档 那转存为PNG档 这就是它的格式质量的部分 通常我们是保持预设直接做存档的动作 听完上面的课程 相信大家都已经可以把孩子的涂鸦变成LINE的贴图了 之后我们也会推出 如何把孩子的头像放到LINE的贴图里 或者是如何用电脑绘图就可以做成LINE的贴图 如果觉得我们的分享还不错的话 别忘了订阅我们哦 有沟号线上课程 我们下次见